截到石頭部 嗨大家好我是大寶 嗨大家好我是鳳凰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實驗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 交換通靈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都 覺得很有趣就是能不能夠 比如說我接粉多起 我接他的指導靈 馬接 那誰要先開始 猜拳啊 贏的先嘗試接對方的指導靈 剪刀石頭部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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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哪會問他問題嗎 居然交給 下面一張 蛤 從新制的束縛中解脫 這什麼啊 這題目太高了 從上癮的關係到開悟的關係 我們問問看嘛 喔好好好 對不對 也是也是 是 難道頻道首都失敗影片 就要上傳了嗎 分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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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個身體 你就認不出來了嗎 我現在突然間可以理解 就是想要 奏分都起是什麼感覺 他真的是分都起 我突然間有點 要惱羞成怒了 你有感受到他是句點王這件事嗎 有有有有 是不是很難聊欸 很難聊 每次我在話外音 要跟分都起聊天的時候 我都會有這種 蛤沒了 我沒有下一題了 啊為什麼要抗拒 啊就不要抗拒啊 好玩嗎 我覺得是 一個全新的體驗 然後我看到栗子在 鏡頭後面 笑到 可能都要流眼淚 很誇張 我很複雜啦 我五位雜誠 然後剛剛 不是一瞬間 他句點的時候 我的本人 在謝喜 想說 你也有今天啦 蛤 你那本東西句點的時候 我真的內心 非常的雀躍跟快樂 有一種 你懂了嗎 Now you know 而且他還會用 就是那個 繞口令 然後來句點 然後你根本搞不清楚 下一個什麼狀況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 然後你就 我在那流裡面 完全聽人懂他在講什麼 你完全不覺得 這語數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個邏輯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問題 對 而且你還會很困惑說 那你為什麼聽不懂 就是 畢達哥拉斯定理 就是A平方加B平方等於C平方 講完了 再講一次嗎 A平方加B平方等於C平方 欸 對 對方當機了 欸 業力迴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分手機給大家帶來這麼多的 精神上的衝擊 還要火花 要修是不是 真的要修欸 真的要修欸 天啊 馬尖能量很在做欸 他就是一個很大的愛 胸口要撐開的感覺 他有時候愛大到我會害怕 害怕 我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 裝這麼多愛進去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裝進去 你講得好像是一個有型的裝 但是 就是 真的很美啊 我跟他感覺有點陌生 有點熟悉 但是 不知道我現在 馬尖如果馬姐你準備好了 你就打招呼 我們就開始 他有一種 隨時都是準備好 這種外露有沒有準備好 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這種 高齡不都一直是這樣嗎 等你 打開跟他們接觸 就是會有一個好像 慈母在旁邊 就有一種 大寶是孩子啊 這根本是混雞欸 今天這個課程 我自己說好壞 我只用這種方法推著 我自己完全走 都是好奇起個頭 然後你的好奇運緣 跑得比你的醫院 跟你的人快很多 然後就突然到某個點 發現我在這邊還過不去 對 我覺得剛才的那個點叫做 要是我表現不好怎麼辦 就我們不是就在玩嗎 我到底為什麼會在這邊 突然得失心 就變這麼重 然後真偽的那個主題 突然又會出現 就說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還要玩真偽 那個能量就已經在我胸口 就很大了吼 就卡在這裡 就是那個 就轉不上來 因為你沒有全然的讓它進來 你沒有開到80它很難過來 就馬肩很大啦 它真的很大 它很大肢啦 我要用那個 珍奶那種出館了 超過的 我覺得可能要保溫杯直接喝 不能用吸管 真的 你每篇唸一句我這邊就一直笑 我被唸了 送你這句話啦 從心智的束縛中解脫啦 送你啦 我們就說收在這裡 喔 我被寫到 真的 它真的被唸很久了 我覺得那個束縛是保護 不是束縛嗎 可是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反而就變成那種束縛嗎 是吧 我覺得分若其實 其實被離開了你 你還是看起來欠揍 你心裡有欠揍 你看誰都欠揍 你現在看起來是真的欠揍 欸不是啊 兩個高齡都在唸你 我不笑嗎 欠揍 說再見 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